吴先生请您跟我讲一下 今天你在街站这边呼吁什么 我们今天街站呼吁很简单 这是叫市民多一点 快一点叫朋友出来 参加今天民政举办的责会 在那个维多利亚公园 因为到现在为止 香港政府也没有违应香港人的诉求 包括撤回这个送中条例 还有很多现在的示威者 也被去布了 到现在为止已经有700多名 示威者被去布 所以我们的诉求有五大诉求 很简单 这是要切尾的条例 要有真的普选 也要释放所有政治犯 所以今天是过去这么多礼拜以来 再一次更大型的责会游行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 最好就有过100万人出来吧 现在中国共产党说这一场运动 是很多人在搞港独 有外国势力 你怎么看 共产党开玩笑吧 它每一次看见人民 站出来反抗维权的时候 它就会标签反对共产党的人 恐怖分子也好 港独也好 战独也好 怎么样也好 其实这个全世界也知道 它只是自己骗自己 也要尝试骗自己的 中国里面的人民 很简单 香港人有100万人 200万人出来 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撤回送中条例 我们的诉求就是要林郑月娥下台 要有真普选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当然了 如果共产党要不断地标签我们的话 我们也没他办法 但是我们就要鼓励更多人 不管是在香港还是在海外的香港人 也一定要出来 因为这个是 不单是自己自由的问题 是自己做人专业的问题 非常感谢你吴先生 我们实际